我是發電哥 美好一天又開始了 昨天這個 一番的驚濤駭浪 但是今天呢 9月8號 2020年9月8號 發電哥仍然準時的出現在 Facebook 臉書 跟大家來見面 今天跟大家來聊一下 不是聊天 沒有聊天 今天要這個 很認真的跟大家介紹 竹北啊 新竹縣竹北市的 台大醫院生醫分院的 醫生的陣容 還有地理環境位置的介紹 讓大家啊 直接透過這個影片 你就知道如何來好好的 好好的來使用我們 新竹縣竹北市的這些 公共衛生的一些體系 讓更多人受到好處 好 那今天發電哥 就先從 他的台大醫院 先應該是從 新竹生醫園區啊 來做一個簡單的介紹之後 才進到台大醫院 新竹生醫分院 新竹縣竹北市 現在有三間比較大的醫院 東元醫院是大家都很熟知的 東元醫院 在新竹縣政府附近 那第二有兩個新開的急診室啊 跟醫院呢 一個就是中國醫藥學院 在哪裡 在新農路以及博外街口 靠近省道 另外一個呢 就是在高鐵 新竹高鐵站正前方 這個叫做 台大醫院 新竹生醫分院 待會跟大家來 介紹一下 因為新竹現在總共有三個台大醫院 厲害了吧 這個太厲害了 三個台大醫院喔 三個台大醫院 有哪三個台大醫院 待會聽發電哥 跟你們來 仔細的介紹 稍等一會 馬上就來 我先邀請各位 幫發電哥的粉絲專頁 按讚分享留言 因為今天的一個 發電哥的線上賞物啊 不是只有講房地產 今天講的是 各位對各位都有很大幫助的一個 一個資訊 那這個資訊就是 台大生醫分院 好 這就是台大醫院 新竹生醫分院的一個外觀啊 外觀非常的 簡潔亮麗 然後最近天空又非常漂亮 所以發電哥去拍完這個照片 覺得這個照片實在太漂亮了 好 國立台灣大學 醫學院啊 附設醫院 新竹生醫園區的分院 院長布達 以及 以及這個 剪彩開幕的儀式 當天呢 立法院的一個總召 以前的總召 柯建民 楊文科 縣長 以及蔡英文 還有現在最紅的 陳時中 陳時中部長也有來到 台大醫院新竹生醫分院來 剪彩開幕 這就是去年的照片了 去年的照片 去年的照片 那今天發電哥就是從 從這個 一些 一些新聞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在去年底的時候呢 台大生醫分院啊 開幕啊 急診室也開始啟用了 發電哥還真的去用過了一次啊 因為有一次發電哥就 不小心去做這個 做一個房子的水電工程 自己電鑽 鑽到自己啊 然後血流如柱 直接建骨頭 就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嚇壞發電哥了 欸 就這個位置啊 就給他鑽到了 直接建骨頭 然後趕快就包摘一下 去哪裡 就去我們家最近的台大醫院 新竹生醫分院 欸 服務真的好欸 因為整間醫院就服務我一個人 因為像新的醫院 大家都不曉得如何 好好來使用這個分院啊 那發電哥就是很早的 就是 那時候覺得 怎麼 整間醫院的醫生護士 全都來服務發電哥 太 這個 實在是 實在是VIP級的一個 服務啊 新竹生醫園區啊 這個 他的英文叫做 新竹 Biomedical Science Park 簡稱新竹生醫園區 位於台灣新竹縣竹北市 隸屬科技部 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區管理 欸他還跟科學園區 算是同一個管理處欸 總面積38公頃 這是在高鐵徵收 新竹高鐵區段徵收 同時間徵收的 它是國際級的醫學中心 跟生物醫學產業的 綜合生技園區 所以裡面不只台大醫院新竹生醫分院 還有很多的生技公司 生技公司在這裡面 非常靠近高鐵新竹站 2003年的時候 就距離現在17年前 行政院核定的新竹生物醫學園區計畫 2009年啊 經過了6年動工 新竹生物醫學園區生技大樓動土典禮 就是距離現在是11年前 那2011年新竹生物醫學園區生技大樓啟用 2017年台大醫院新竹生醫園區分院來動土 2017年動土的 現在是2020年啊 那它去年就開幕了 這是它的一個歷史 那我們今天主要講的是台大醫院新竹生醫分院 就在我們高鐵 新竹高鐵站走出來就可以到 所以你下次 如果沒有不想要去長庚醫院 跟人家人幾人 人那麼多 你就直接來我們台大醫院新竹生醫分院 裡面的醫生 數量非常滿多的 而且很齊全 所以待會發電哥跟你們分享一下 急診室在去年年底開幕了 台大醫院生醫分院急診即CT開幕典禮 當天也是桂冠雲集 還有發電哥相當認識 衛生局局長也有在裡面 還有林思敏立委 還有他們的院長還有市長都有到啊 位置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整體的位置 這是一個非常漂亮的空拍圖 是喬莉建設公司他們拍的照片 那喬莉的房子也已經蓋好 各位如果想要買喬莉這個建案 發電哥是可以來幫你找到 因為喬莉的案子就非常靠近生醫園區 但是其實聽不到偶音偶音 因為它有一點遠 有點遠又不會太遠 這就是生醫園區的位置 生醫園區 台大生醫 它其實是台大醫院新竹生醫分院 然後左前方有一個文中二預定地 這是一個未來也會是一個國中 也有可能是一個高中 甚至可能是一個完全中學 然後這邊是新竹生醫園區二期 台大竹北分院二期 新竹生醫園區 所以新竹生醫園區現在也有一期跟二期 台大醫院也有分一期跟二期 它逐漸的擴大它的規模 那這個位置是國泰人壽 它BOT的一個用地 待會可以看得到 所以高鐵新竹站 台鐵六加站 還有尾順六加PLZA 還有華邦電子的一個商業大樓 以及中央公園 新竹高鐵站出來就有個中央公園 附近還有康乃爾雙語學校 以及東興國小東興國中 這個鳥坎圖 俯瞰圖可以非常完整地顯示出整個 整個竹北東區 它的一個 哇我覺得這張圖越看越開心 我們真的從高處看 你所有小細節都看不到 你如果就是相同的一個高度 你會覺得看到的都是缺點 那我們把自己的角度拉高 看到的都是優點 台大醫院新竹生醫分院的 這個院長余中仁先生 去拜會新竹縣長楊文科 說明最新的進度 這是去年的新聞 那余中仁院長有說 目前啊 新竹生醫分院啊 包含了內科、外科、婦產科、兒科 麻醉科、骨科、神經科 總共有7顆 病床 一般病床有20床 門診、診療間有16間 那為什麼今天發電哥講 新竹生醫園區啊 因為新竹生醫園區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公共建設 那剛好昨天發電哥 因為去照顧爺爺 昨天晚上就睡在新竹生醫園區 徹底的就把它給他好好了解 還拍了幾張室內的照片 還真的 國家級的建設真的是不一樣 整個外觀是長這樣子 全名叫做新竹台大分院 生醫分院 有點 有點饒舌 反正就是新竹生醫分院 好 那 楊文科縣長也有問餘中人院長說 那什麼時候啊 這些設施啊 設備啊 人員調度怎麼做呢 那餘中人院長說到今年2020年2月 他會再擴大服務項目 而且還會有急診服務 對 剛剛發電哥說了 我也已經去用過這個急診服務了 上次被電鑽鑽到 就去縫了兩針 兩針 欸 這個 技術還蠻不錯的 這個新竹生醫分院裡面有 腫瘤啊 心血管 神經醫學 身子醫學 重症醫學 提供台大醫療中心級的服務啊 這麼新的醫院 肯定是醫療中心級的服務 2020年底 會有250張病床 250張病床啊 在民國112年 第二期大樓啟用之後 衛福部有許可 728張病床會全開 包含500床一般病床 以及228床特殊病床 這是餘中人院長帶領 以及 竹東分院啊 台大醫院竹東分院的院長 詹鼎正先生 去拜訪 新竹縣長楊文科 當天拍了照片 宣誓我們新竹縣 終於有這個 國家等級的 醫院進駐了 所以台大醫院新竹分院啊 新竹生醫分院 因為 台大醫院新竹也有個分院 在新竹市裡面 以前我們叫他 空軍醫院 這些叫做 台大醫院新竹分院 那竹北是 生醫分院 那竹東呢 竹東呢 竹東分院 所以整個新竹 竟然有三家台大醫院 你想想 你看看 全台灣齁 沒有一個地方 比我們竹北 的醫療服務這麼好 所以不要再搬回鄉下 不要搬回老家 就住在竹北 就沒有錯了 所以台大竹東分院跟新竹分院 以及生醫分院 應該是大台北醫療體系之外 除了台大醫院總院啊 柯文哲以前那個醫院以外 最重要最重要的地區 加起來總共有1900張病床 厲害喔 這真的很厲害 那桃園 以前我們都是有一些 醫療的需求 我們就是直衝馬接 開了一個多小時 衝馬接 排隊而且還有迷路 整個馬接醫院 沒有迷路 是不可能的 連我這種 這個 對方向感很好 我進馬接醫院 也是完全迷路耶 雖然他用顏色來分 不管他用什麼方法 總之我們 一定會迷路的 在馬接醫院 沒迷路的請舉手 不可能 一定迷路 那我們就 不要去馬接醫院了 我們新竹 就近就來了 我們新竹的生醫分院 還有中國醫學 醫藥學院也有一個醫院 所以未來還會照顧啊 照顧哪裡呢 整個新竹縣市的民眾 還有哪裡 苗栗縣市的民眾 甚至他的服務員 你如果台中的這個 這個能量不足 你可以來到新竹 新竹生醫分院 中國醫藥學院 昨天這次 昨天發現哥拍的照片 那我在那邊睡了一個晚上 覺得這也蠻不錯的 蠻好睡的 不過終究就是 陪陪陪陪陪診的就是不好睡 睡睡醒醒睡睡醒醒 然後六點就醒過來了 七點就趕快回家梳洗一下 趕快就來到公司 來進行今天的直播 這是他們的病房中間的走道 這是病床 好 台大體系分院 我們來一些 剛剛已經介紹完 我們看一下門診時間表 109年9月的門診時間表 喔 他全名好長喔 不管他 反正 109年9月 門診時間表 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或許你們 這個 沒有住在新竹 竹北啊 你可以 看完這個影片之後 你就比較了解 診療時間是上午9點到中午12點 然後下午是2點到下午5點 這個是一個診療時間 有 現場掛號 你也可以預約掛號 打電話掛號都可以 那門診的費用是100塊 哇 這個是醫療中心等級 他掛號費才100耶 急診才200 那很便宜耶 你現在如果看 隨便看了牙醫 他可能收200耶 現在在大醫院 這個你看才收100塊 很便宜耶 那新竹生醫園區分院裡面 有內科 心臟血管內科 劉勝甫醫師 陳宗諺醫師 內科 肝膽腸胃科 有魏正林醫師 魏淑貞醫師 胡聖堯醫師 內 睡眠呼吸障礙科 還有腎臟科 鄭輝藤醫師 血液腫瘤科 楊明翰醫師 黃博翔醫師 代謝內分泌科 有泛肝紅醫師 以及林嘉鴻醫師 血液腫瘤科 楊明翰醫師 黃博翔醫師 內分泌科 代謝內分泌科 也是泛肝治 以及林嘉鴻醫師 還有風濕免醫科 還有感染科 郭伯賢醫師 神經外科 陳國偉醫師 陳佑寧醫師 葉宜憲醫師 一般外科 謝永俊醫師 顏洪軒醫師 還有大腸直腸外科 的廖玉佐醫師 還有袁瑞晃醫師 肝膽外科 有蔡孝恩醫師 胸腔外科 有楊順茂醫師 以及莊仁豪醫師 整形外科 楊宏偉醫師 趙松全醫生 外科 不疼痛科 可能是麻醉的吧 林士涵醫師 伊念祖醫師 以及黃鼎君醫師 很多耶 哇 各位有幾十個啊 外科 古科 有吳俊毅 楊玉佳醫師 江明洪醫師 外科 密尿科 蘇彥榮 張宏江醫師 高正榮醫師 耳鼻喉科 還有吳正吉醫師 婦產科 這個婦產科 這個是很重要 以前發電科的小孩 出生 東元月要排隊 排得很辛苦耶 排隊排隊排隊 在新竹生孩子 就是要排隊 住月子中心也要排隊 下一次發電科會 針對坐月子 在新竹坐月子中心 跟大家來分享 你可以去選擇 哪幾家坐月子中心 當然其實都是要排隊 只是說讓你們知道 新竹有多少家坐月子中心 那如果各位啊 其他縣市台北的一些 台中的坐月子中心的老闆 有看到這集的影片 趕快來新竹竹北 找發電科看土地 蓋一棟婦產科醫院 會賺錢的 真的厲害 會賺錢 因為我們這邊每個月啊 各新生的一直生出來 那東元醫院的那個田醫生 根本來不及看 滿滿滿滿的產婦 許桓成醫師 鄭宇晴宇醫師 同寶林醫師 以及黃庭奇醫生 這些醫生們 這麼多耶 發電科念不完 精神科林醫師 陳振哲醫師 莊佩 額醫生 陳永哲醫師 還有神經科 范醫師 李醫師 傅健科 林醫師 吳醫師 小兒科 小兒科 也六個醫生 所以我發現他們婦產科跟小兒科 都有特別 有著重在這邊 他知道竹北的一些新生的 還有一些婦產科的需求 是很旺盛的 這個 這點我就滿佩服 新竹生醫分院 他有做一些思考 是 好 醫生有很多 我們今天 花一點時間 跟大家介紹 這裡面的新進的醫生 骨科 楊玉佳醫生 外科 謝永俊醫生 組織醫師 胸腔外科 莊仁豪醫生 神經外科 葉宜縣 組織醫生 一般外科 顏洪軒 組織醫生 整形外科 楊洪偉 家庭醫學科 莊佩妮 組織醫生 神經科 郭義芝 組織醫生 代謝內分泌科 林佳宏 組織醫生 蜜尿科 顏愛文 組織醫生 胸腔科 張嘉玲 組織醫生 小兒科 劉思瑜 組織醫生 剛剛那都是大咖 都是組織醫生 來到我們新竹生醫分院 所以我們搭乘 新竹高鐵站出來之後 在4號出口 往右前方 就可以走路 走路到新竹生醫分院 你也可以搭乘 台鐵 除了高鐵 也可以到新竹生醫分院之外 你搭台鐵 在六家站下車 你到了新竹火車站之後 你轉乘 轉乘了內彎線 在 不是內彎線 轉乘往六家站就對了 在六家站下車之後 一樣在4號出口出來 往右前方 走路就可以到生醫分院 那另外你如果是搭西部 台鐵幹線 到竹北 竹北 竹北站 它還有快捷公車 可以載你到高鐵新竹站 也是一樣走路到新竹生醫分院 這就是還有一個做公車 如果你做新竹公路的客運 你就從新竹火車站 客運站 坐往九站頭 我會經過瓊林 坐往大華科大 這中間都會經過 經過 在東興站下車 走路一分鐘也可以到 如果不知道位置 你打電話給發電哥 0909539431 幫你暴露 這張圖就可以看到 我們從4號出口出來之後 沿著斑馬線 就可以走到生醫園區了 這是一個平面圖 台灣高鐵就在這裡 高鐵7路 高鐵8路 光明6路 文青路 走路就進到 這個是急診室 這旁邊有幾個停車場 這個就是主要的建築物 從4號出口出來 看到欄杆走進去 就到醫院了 那如果你開車的話 竹北交流道在這裡 竹北交流道一下來 沿著光明6路走 然後右轉高鐵8路 就可以到台大醫院 在附近有 新龍大橋 金國大橋 頭前溪橋 68號快速道路 1號國道 都可以到 我們最後來跟大家分享 這個最厲害的 新竹一直以來 發電哥都邀請各位 一起來做竹北人 一起來做新竹人 為什麼 竹北不單單只是 人口移入的一個優勢 還有新生兒 新生兒住在新竹竹北 出生之後他就是竹北人 他就是新竹人了 未來新竹就是他的家鄉 你看台大醫院 除了台北 台北有四個分院之外 他唯一 設置密度最密集的地方就是新竹 有台大新竹分院 新竹生醫分院 以及竹東分院 那第二個台大醫院 比較著重的地方 就雲林 它有一個斗六院區 以及虎尾院區 這個是 這個我覺得 我們新竹縣長 歷任新竹縣長 還有新竹市長 真的是貢獻良多 你看 爭取了那麼多的醫院 還包含徐欣寅 以前做立法委員 還有 現在我們這個 前前後後這麼多的 林維州議員 現在做立法委員 還有做林思敏 以前也是新竹縣議員 現在做立法委員 都積極爭取台大醫院 新竹生醫分院的一個成立 過程當中 琢磨非常多 非常的努力來爭取 這麼多的醫院 來到竹北 台大醫院總院 大家知道 就在 台北 還有北戶分院 兒童醫院 金山分院 你看就只有竹北 新竹地區 竟然有三家台大醫院 各位你看看 這是多麼好的一個醫療資源 所以住在新竹 真的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一個 一個城市 各位 全球的華人 真的你也知道 台灣的健保 就是這麼厲害 台灣健保 叫做明文俠爾 全球知名 然後這一次我們新冠疫情 全世界 就只有台灣 可以得以免除 被 被新冠 新冠肺炎攻擊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台灣的醫療資源 真的多 每單位人口 可以分配的病床 你去相較其他國家 相較義大利 相較美國 你會發現台灣真的是一個得天獨厚 醫生多 病床多 醫院多 台大醫院的這個體系 包含新竹分院 新竹生醫分院 竹東分院 各位如果有需要這個印刷品 其實也不用拿了 發現各位已經全部把它拍下來 利用這個影片跟大家來介紹 那急診室 早上拍的 急診室 我已經用過了 急診室出來 正對面這就是國泰人壽大樓 國泰人壽大樓 已經快要封點了 早上拍的 那這個就是 惠羽吧 惠羽遠見 這個遠方這個是千代田 各位千代田也是發現 可以跟大家推薦 高鐵車站走出來就可以到 那這邊是什麼 喬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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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良貌建設 良貌建設的房子 這附近呢 我想未來啊 醫生會買 護士會買 還有周邊的 相關的 醫療產業相關的一些 高級知識分子 以及高速度族群 都會在這附近 買進他們 人生的第二棟 第三棟房子 台大醫院生醫分院 提供的福非常多 今天發電哥 剛好有一個機會 昨天晚上住在 這個生醫分院裡面 照顧我爺爺 不小心騎摩托車跌倒 醫生啊 照顧得非常仔細 這個真的是刮骨療傷了 整個手都磨破了 然後骨頭裡面有一些沙子 我們現在最怕的就是感染 我想這個新醫院啊 他們應該是可以把這個感染 這個風險降到最低 那這是新農路 從新農路右轉為新路 就可以進到生醫院區 高鐵新竹站 高台鐵六家站 新竹生物醫院園區 你看通通都在一個交通那麼便利的地方 提供服務 所以發電哥邀請各位 一起來做竹北人 邀請各位一起來做新竹人 那發電哥每天來直播 早上8點45分到9點15分 週一到週五不間斷 持續365天 本來發電哥是想要講到 今年2020年的年底 講完100個相關建案之後呢 我就要休息一陣子 但是我覺得不行 我們就直接講365天 365天把新竹縣市啊 365個案子 沒有講不了那麼多 因為我們還會參雜一些 新竹縣市的一個消息 我們任何100個建案 講到200個建案 最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千代田 千代田有22坪跟55坪兩種房型 潮南的部分已經全部賣完了 各位如果想要千代田的醫生朋友 如果你想要買千代田 他覺得新竹高鐵站旁邊 有22坪跟55坪兩種房型 潮南已經全部賣完 所以各位如果你想要潮南的房型 發電哥想辦法幫你去開發出來 那最後啊發電哥要求各位啊 要求各位啊 專任委託你的房子給發電哥來賣 因為我們就這個傑哥說過啊 全新竹唯一用特斯拉載客人去看房子的傑哥他說啊 專任委託就是專業服務 一般委託一般服務 那發電哥的服務跟各位其他的 這個同業們不一樣 我們用直播的方式幫你介紹你的產品 所以專任委託給發電哥 0909539431 各位來找發電哥喝咖啡不用錢 買房子才要錢 買房子還請你喝免費 全世界各國的咖啡 所以趕快約發電哥的時間來喝一杯咖啡 如果啊 有產品可以買 有優質的產品可以買 那你就買 如果現階段沒有符合你需求 那你就來喝咖啡 這沒有問題的 那我們今天